美方一千人固守冷战联合思维 严必称中国挑战 他们无非是要为自己扩充军力 寻找借口而已 美国军费总额世界第一 近来又提交 约8,130亿美元的 新财年国防预算草案 美国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 建国以来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 到底是谁频频地派遣军舰军机 到本国以外地区耀武扬威 到底是谁在挑战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到底是谁更具侵略性 事实一目了然 美方有关官员应该做的 是摒弃冷战联合思维 停止炒作 中国威胁论 停止动辄拿中国说事 为自身提升军费 扩张军力 寻找借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